新店碧檀宴设置鱼道并且装设了水下监测系统 透过直播让民众可以及时看到鱼道生态 近期就在直播影片中看见了夜路吞噬香鱼的实境影像 让人相当惊喜 新店碧檀宴完工启用当中最特别的就是设置了鱼道 提供新店锡回游鱼类可以顺利上诉 同时还装设了水下监测摄影 民众在家就能够透过直播看见碧檀宴鱼道水下的状况 不过由于鱼类出现在镜头前总是稍重急事 所以借由清大曾秦贤教授的团队 将AI辨识系统影像整理 上传了多段令人惊喜的影片 前一阵子我们比较惊喜的是很多鱼 就在我们的鱼道的出口 应该算是有点在那边生活 所以它一直鱼经常在我们鱼道前面 监视器前面晃来晃去 它不走 那我们称为是我们的守门员 那这一两天刚好有看到那个夜路 因为我们鱼道在维修 那水会有下降 那夜路直接就在那个鱼道的出口 就享用了那个buffet 香鱼大餐 夜路叼着肥美的香鱼 真实的吞食秀 透过了监测系统记录这珍贵的画面 新北市水利局专委黄茂松表示 在鱼道设置了两台摄影机 上方的镜头可以监测各种鱼类 下方的则能够拍摄到底漆生物 之前统计约有55种鱼类会回溯 而从7、8月鱼道开通之后 发现有33种鱼类 两种蟹类会通过鱼道回到上游 经过7、8月也就是今年7、8月鱼道开通之后 水下摄影机的监视 大概我们统计到有33种鱼类 跟两种蟹类会通过我们的鱼道回到上游 这个大概是目前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一个数量 那比较多的大概是新建西的香鱼 那乌鱼也有 那鲤鱼类的也有 那当然我们还有看到毛蟹 近期因为是鱼类回游的季节 所以在直播影片中 经常可以看见各式的鱼类出现在镜头前 就有网友表示 曾经一点开直播影片 就被香鱼的大头给吓着了 而有时候鱼道水位叫退 也能够看见不同的鸟类在鱼道的上方栖息 让人不禁惊讶 原来碧潭眼鱼道竟然如此热闹 新北市水地局表示 水下监测摄影直播 除了及时分享影像 同时联动了AI鱼类辨识整合系统 可供生态研究使用外 更可作为后续环境教育推动的教材 欢迎民众透过直播 观赏新电息丰富的自然生态 记者洋朋友张芳琪新电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